今天四月六號的公視首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 臺鐵太魯閣出軌 造成了重大死傷 而其中有對黃姓夫妻不幸罹難 他們的孩子已經緊急從德國 搭機返臺奔喪 指揮中心啟動專案 如果是罹難者和傷者的 海外家屬來臺 入境時 不用減附登機三天前 PCR檢測陰性證明 抵臺後再進行採檢 如果是陰性 採檢後兩天就可以自由行動 台鐵太魯閣後 意外造成五十人死亡 兩百零二人受傷 臨難者中包括一名法級旅客 兩位美級旅客 受傷旅客中包含兩名日級旅客 一位中國級旅客和一名澳洲旅客 指揮中心啟動零四零二太魯閣列車事故 返臺探病奔喪專案 有需求的家屬搭機前 無症狀者不需提供三天內核酸檢驗陰性證明 荷蘭皇家航空的飛機緩緩進入停機坪 臨難皇姓夫婦的兒子跟媳婦 五號晚間反抵國門 面對媒體不願多談 並且在檢疫官和相關人員的陪同下 直接到部桃醫院裁檢 指揮中心說明 專案親屬無症狀者入境 當天裁檢第一次 而檢驗結果出爐之前 可先搭乘防疫專車到目的地 之後每兩天採檢一次 取得檢驗陰性報告 可向地方衛生單位申請安排外出 但無論探病 奔喪或者辦喪事 以每天一次 每次四小時為原則 而且不得過夜 記者 詹淑雲 朱鋒之物齊稱 綜合報導